造紫農廟多一種人才來拜 他是長勝將心 百戰百勝 做生理人所要緊急的堂都有 所以他做起他這麼爹 馬上注意 總的我們這裡有文聖 比這裡生產裡面 沒辦法有文聖帝魂 但是結合有一個文聖 比怎麼樣 我們來到新興宮 我才說我們新興宮 最名就是 很多人在做出店 這個就是王冠亞水族 王冠亞水族 像這條六花旗有沒有 對 那帝魂公有關係嗎 六花旗跟帝魂公公有關係嗎 有啊 冰條四季帝魂公 帝魂公頂流台灣的時候 帶來很多新民和信用 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的律師了 在自己地区 應該先看到 很多對帝魂公司旗 流團到現在的廟物信用 自己真興宮 是向建廟三百十年 一萬了境的活動 並且邀請到很多跟真興宮 同樣是帝魂公司旗 作為來台建廟的信用 共襄勝局這次的活動 我們怎麼能撤過這個 可以撤開實施 這些歷史優秀的民宿活動 今天是遼境的正日耶 人家五點四十十元就出廟門 四點晚上就報分 現在六點 我們已經遲到了 你知道嗎 現在才來 嘿嘿嘿 快點啦 趕緊張心啦 我們要不要聊天了 不要聊天了 我們在田中央在幹嘛 這裡也算是神明會來繞的地方啊 你看喔 我們旁邊這裡有嗎? 有嗎? 那廣廣的那些花枝有嗎? 現在你會在這裡 這算是蟲子 紅蔥頭 我知道了 我知道要創什麼 是… 頭蚊蟲叫好紅 好 來 不是啊 等一下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有什麼 神明會繞進繞來這裡 我怎麼會知道啊 你就這樣說 好 我告訴你 因為這些作物啊 都是家裡地區很重要的農作物 也是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 對 他們在這裡賺錢 他們就可以去賣了對不對 然後就會有收入 所以神明其實都很 跨國在地的居民 所以他們都會來 他們的餐這麼順順看法 神明也會順餐水喔 對 也會這樣 有順順的就是收成很好這樣 後面都是燈嗎 對啊… 這個地方以前是市中心 是因為土壤太肥沃了 所以拿來蒸蟲 然後他們市中心就刷牙了 所以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民調的時候它是市中心 我們才會為這裡開始了 哇 水姐 你連這裡是以前民調的市中心 你也差了 有喔 走啦 我們來快看看 好 走 不要人家打油槍喔 起來 沒辦法 沒辦法啦 沒關係 走 不要嚇我了 不會啦 好 現在阿伯跟草仔站在家裡 其實在民調地生公的時期 比青椎是天性關 競化是當時民調骨子 市中心的地方 那時地生公才的阿彬哥 來這裡定期的燉電 是需要牛室的啦 偏偏這個地方的事物 不夠吃 還在家鄉公發現 這些土地真不一樣 適合正在農作物 所以它人民向當民來刷 把原本大聲滑鼠 扛出來讓它能夠競作 到現在這片咖哩行 由我們演出過去 競作牛室的主席 做好一方的白石 競作牛室的主席 有那些芝麻 也有那些 這是芝麻還是拿來拜的嗎 這就是都在拆的啦 這拿香蕉豆就是來拜的啦 是不是 是耶 你知道為什麼人要吃香蕉豆嗎 前程 有 提到前程以外 就是大家把好餐的 都拿出來買見給生命 所以平常是都在拜拜 你看我們很尊敬的時代人要出來了 經過我們家 我們就會想要改寬胎 對…一定的 這是什麼 這是你看看 芒草 對 是芒草 這是要做什麼 這叫賣草水 就是我們生命出孫的時候 旁邊也有朋友嘛 它有的朋友會騎買 它的賣也會的芝麻 芝麻也會騎買 所以我們也是要勉勉給賣吃 是給賣吃的喔 對啦 給賣吃的啦 蠻特別的 對啊 超可愛的 家家戶戶都有耶 不然我們再來看 對啊 再來看 看看有什麼特別一點的 有有有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賣草水 就是我們生命 不管是在家裡的時候 在廟內 或是說在外面出孫 它都有這個 生病和生病 因為以前 這些生病要出孫的時候 很多夢中是騎買的 所以說呢 影響下來的 跟現在的民間信用裡面 是相信說 生病出孫的時候 有時候是騎買出孫的 所以說在平常 我們就看到說 廟旁邊的藍牙 我們看到他們 都會種賣草 跟一湯水 這就是讓賣吃的 因為 賣是無形的 新賣 所以說 這隨著是無形的 這個賣草 這個客人的時候 順便來拜這個新賣 這次參加這個平安繞境 其實這個地方的曾阿桃 它人家沒有很多 可是每一戶人家 他們都很用心地 穿雄安斗 那個雄安斗上面 它並不是很澎湃的牌場 它就是簡單的水果 但是你可以知道 它是用了很多的心意 包含我今天看到一個阿嬤 她就是滿頭 她的頭髮是銀白色 透過陽光 是會發光的那一種 然後 她就抓三種香 在那裡等 她的香已經 已經燒到剩幾次了 你知道她在那裡等多久了 但是你在跟她開工的時候 她就說 我們這裡如果有樓 我們如果知道 我們就會傳香草 會傳賣草水 在那裡等 你看那個鎮頭這樣子 一陣一陣慢慢的過 阿嬤她還會問說 這是第幾番 她就是要看到每一個鎮頭都過去 每一頂轎子都過去 她要每一頂轎子 每一頂轎子去這樣子拜拜 就這麼長的時間 她就是站在那邊一直等 一直等 妳看 我們旁邊這是我們 正信公的 瑞富大舟 瑞富大舟 對… 她今天走過路 這個叫做四崗 四崗 對 轎子 四崗 這個轎子叫四崗 四崗 原來是這樣 台北有算大對不對 兄弟你說要不要扛轎 一定要扛一下 對啊 那個我們這個阿嬤的 可以 可以 來來來 你再跟那個哥來 好 阿嬤這樣就好了 阿嬤這樣就好了 你腳後面 腳後面 腳後面 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腳後面 腳後面就關 通常在四崗 因為它轎子比較小 沒像那個大轎這樣 腳後面 它通常會去處理事情 比如說像剛剛大哥有講 行動組的 對 行動組的 行動組的 通常啊 班主吧 他沒有辦法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對不對 有 行動組的 對 有什麼事情要處理 你就跟著去吧 好 能為神明服務 跟神明這麼精進 好 好 我要好好用心理見 等你下來了之後 我們再慢慢聊好了 加油 你可以的 感受感受 用心 剛剛瞬間那個槓塔就變擋著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好險 就是我的核心還蠻有力的 有穩住不然就差點跌倒了 真的嗎 好喔 那我們沿路就繼續這樣子去體驗 實境扛轎好不好 我們攝影大哥們就會跟著你 這一頂會尷尬 對 我也是剛才知道的 這不是你設的局嗎 我不是我設的局 好 對 OK 我們來服務一下生命 創我一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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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剛剛這樣沿路看 這隻鴨鴨鴨都有任何種 好 你一定要的啊 對啊 想要為你的感覺啊 你是說 你剛剛很 扛轎的感覺嗎 對啊 我這樣看我會覺得它應該算真是輕的 還蠻沉的 我覺得扛這種扛神轎 不管是氣咖 還是冷丟 還是浮丟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耐力 真的是 因為 你永遠不知道它有多省 你也永遠不知道距離有多長 對 就是 用心去體驗去感受 好 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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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掌 擊掌 與過石 攻擊掌 擊掌 擊掌 來 如何 肩膀鬆了嗎 妳摸摸看這裡 很硬嗎 這裡呢 軟掉了 真的耶 真的是像妳說的 有被神明按摩到 謝謝 美股大象幫我這個 肩膀弄軟了很多 對 是不是想問我什麼感受 對啊 我剛剛已經記住 我那個感受 其實在我腦海裡就出現了 你的那個感受就是順著牠 不要抵抗 因為牠在敗鬧 牠在攤敗 對 順著牠 就這三個字 就這樣 那我們繼續去接近牠 好 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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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子龍學術國小 子龍國小 我們剛才還有注意到一個東西 子龍禮 不會是造子龍 你有聽說台灣有人拜造子龍的 有聽過但忘記過 我也忘記過 來 請坐一下 好 來 請坐 趙子龍姓趙明雲 志子龍 常商鎮定人 經河北省鎮定縣 真的有人拜趙子龍有沒有 對啊 沒有… 學姐 給你出一個歷史考級 是… 因為我看到這尊雕像 他懷裡有一個嬰兒 那個小嬰兒是誰 阿斗 聰明 可是我只知道他救阿斗 但其他關於趙子龍 我就不知道 你跟他熟嗎 我小時候玩電動的時候 是想看好他 但我知道他是五虎將之一 然後騎白馬 為什麼趙子龍旁邊的圍牆 缺了一腳 對耶 怎麼會這樣子 你中 你中是 咖哩窟 子龍旅 對 這是子龍旅 這是子龍旅 這邊是我們的祖神 祖龍廟 祖龍旅 地方的地名叫做祖龍旅 該不會這邊是我們趙子龍的後人吧 我們趙子龍 我們從從到這邊來之後 334年 以之前不是那個祖龍旅 是那個東四旅 但是改為是他來這邊的時候 在改為祖龍旅 你說李長啊 我剛才跟草野有發現喔 我們這個圍牆 怎麼會這樣欠一個 走祖龍騎白馬 他會到那個外面去那個巡視 他對客戶在那時候 就是有加這些圍牆 做得很好吃 但是武林中發覺就說 一開始都會撥去 撥去 感覺這區會撥去 這個地方撥去 那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廟里這個委員 就發現到 叫那個頭緒塞來看 撥去就在從哪裡嘛 從哪裡之後 再再做一次 做到當中 還發現到 沒辦法他再撥去 調皮 到最後 我們就知道 我們委員這邊的時候 他大概又開尾 就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問題 可能是誰要出去 去後要得到 就是擁有 修不好的圍牆 就這樣而已 對喔 把整個撥去 就沒有再發現了 是這樣子 那也很神奇 我介紹委員 你知道嗎 請 好 好 好 來 來 來 那其實家裡子龍廟 它當時的成立 其實跟這個明星時期的託肯 非常有關係 然後在明末的時候 就是明末清初的時候 當時隨著鄭成空來台 那這個 也有福建同安縣 這個林六叔也跟隨來台 然後在家裡子龍廟這邊 開始託肯 那託肯的過程中 就是隨著部落慢慢起來之後 在以前的時代 其實這個廟宇都是 這個城鎮的中心 也是人民信仰的中心 所以當聚落形成之後 他們也需要集區一間廟宇 所以這時候他的子弟呢 就撿到了一塊 就是他們的建廟所 撿到了一塊這個帳墓 在水中漂浮不去 撿起來之後 發現上面被白椅 鑄成了就是長山趙子龍五個字 所以他們就決定在這裡建長山人 就是子龍廟這樣子 作為一個信仰中心 那後來他們的說法是說話 由泉州來的雕刻師傅 就是趙聖帝君通過給他 說他要來這裡刻金聲 所以就以那個漂浮不去的帳墓 上面擺有長山趙子龍字的這個帳墓 把它刻成了就是大小金聲 就是現在空風在家裡子龍宮的 趙聖帝君的這個神像 那其實趙子龍信仰的出現非常有趣 因為他出現時間比較晚 他待到清初的時候才行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關於趙子龍 或者趙聖帝君的信仰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 對於趙雲這個神格的敘述 其實幾乎都來自小說 而不是來自史傳 而在小說中的趙雲呢 他其實是個常勝將軍 而且他這個人格完美無瑕 所以其實只要想要求常勝 求勝利的 其實就會想要來拜趙子龍 那所以像跑業務的 想要這個運動員 想要求勝利的 或許這方面都是很好的連結 哇 哇 哇 欸 小姐 你看 很大間耶 對 這個趙子龍廟 想要第一次聽過 一般都是 哪一種人才會來拜 他的信道普遍全部 做十多人的希望萬祖聖帝 萬祖聖帝 所以會拜到祖聖帝 做勝利人 他說的是常勝將軍 百戰百勝 好 等一下 所以高校 高校 我先拜一下 不要比我們在 草皮創園副畫中心 全員破十萬 沒有 我們再問一下 我再問一下 對 沒想到 你很多行要拜 你待會兒一次說 這樣好不好 好 還有什麼 所有要求的堂 都有 所以祖聖帝 祖聖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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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什麼可以 對啊 對啊 最主要是長勝 對啊 還有萬祖聖帝 萬祖聖帝 萬祖聖帝 這運動員也會來 對啊 那個棒球隊 整天都會來 只要有比賽 要勝利 還是做勝利 要比較好 對 都會來找他 他們聖帝 可以在地方 尋求利民的愛好和信任 在到聖帝君 對地方的照顧和癖 是否以外 竟然是因為英雄宮的 雄會頂性 團成超過三百多年 而且 我讓這台地区 以中性地区的名字 經名最主龍禮 甚至在英雄宮為大家 服務的委員 也要在地方 擔任過重要的幹部 就應該知道 主龍廟 在咖哩地区人民的 心目當中 代表著我娘重要信用地匯 就和我們介紹主龍廟的副主委 謝大哥 其實也跟中性地匯 有很少的緣分 在工作當中 擔任地匯重要的企業老闆 也因為健身的信用 受到他的屁股 在事業工作上 他們說是 建武不行 夾就罵罵罵 謝大哥的成功 辛加和中性地匯 長勝的戰績 穿穿著團體的食材 在我們這個業務單位 當然最喜歡崇拜的偶像 就是長勝將軍 我們曾經在民國 100年到110年 駐商嘉南區 十年罷 去年我們是得到金獎獎 在這裡拜拜以外 如果要跟他請教 是用拐杯還是怎樣 沒有請教 我們一個 第二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 不是八點 我們是謝罪 謝罪就是不收費的 齁 就是不 你要問什麼都可以 我們現在先來下 先來下 先來下 可以從大軍過來 請你們說 好 有 大軍在幫大家太山 每一個人他都只不同位子耶 蛤 真的他有的是這樣子 有一個他還幫他這樣敲腳 那你希望他在動你哪裡 你不可以走 那是最好 好 胃脹氣 他第一個就來弄你這裡對不對 我才說第一次 他比較好 我覺得很舒服 挺有趣的 對 挺溫柔的 是滿溫柔的 對 沒有那種 會讓你有恐懼的感覺 不會緊張 一點都不緊張 那就等問世人 問世人 我原本想說 趙子龍他是常盛將軍 騎买 而且又是打仗的 所以應該很威猛 可是那天他降價的時候 我感覺到的是他還滿慈悲的 可是他降價下來之後 他很重心 他先處理廟的事 廟方的事情辦完之後 那時候現場 原本我們想說 要問世的人沒有很多 但是其實時間快要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現場一直聚集 原來那些人都是附近的居民 然後他們都是來受驚的 而且那個受驚的隊伍 一直都沒有縮短 就一直排一直排 排了好多人 我覺得可能有五六十個吧 覺得他是一個很溫暖 然後很照顧到每一個人的生命 跟他原本給我的印象 不太一樣的 看到某某的村民 對中性地均的依賴和信任 無關生活糾糟 這是健康上所發生的大小行事 總是會來尋求中性地均 來改革問題和安慰 看到地方的機民 對中性地均的信用 跟自己的生活 別不可分 這麼厲害的依存感 就應該感受到說 民間信用 對一個地方的文化 三星村我贏重大影響力 聽副主委說 來替所有人受嚴嚇到後 就算帝君 有還有什麼新的機器 要給阿白呢 帝君你好 我是劉映涵 大家都做阿白 因為這次是保守生 當節目來到這裡 有一個看明確的方向 讓我們可以先朝那個方向 努力這樣 私 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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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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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卡 暗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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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暗卡嗎 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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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車上 放車上這樣 工程車嗎 可是我们的 里面有一条 就放在车上 帝君他杠杆下来 其实我跟草原原本也有想要问他的问题 然后帝君他也很贴心的 他那天先开了两张福利 然后他写了一个字就是车 然后让我们挂在车上 全台湾糟糕 就是那台工程车在跑 所以有了那张福利我就觉得很安心 这次来到咖哩 试试到在地沉津三百万年 台湾相干扎世纪的重生地困 替和流情的信用文化以后 我们要继续对到 真行共和了解多长 来去试试明条帝生公世纪 所流团在台南地区的民宿信用 到底对台南这个地园 由于我女重要 已经留下多少文化出散 对 我跟你说 这个 Story 没有 确误一下 对 不 你好 你好 裡面還有賭魚 找找看 這裡也有 對 對啊 這是在哪裡 你好 妳是在找什麼東西 主委喔 我們來臨場宮 我知道臨場宮最出名的就是 我們處闯很多人在競處闯 以前的去廟的 那個業王的那個 教族高姿燒 這個那個是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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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家不是家 為什麼有這麼長的溜滑梯嗎 以前帝君的部隊在這裡 他的部隊在這裡 跟這個溜滑梯有什麼樣的嗎 為什麼有這個 那個辦公廳是怎麼有的 還有去過 去旁邊 還有這個 有 有 我們來講進行宮 我知道我們進行宮最出名的就是 我們處長 有很多人在更處長的 以前去廟的 那個藥王的那個 焦族高雞燒 那個都溜滑 雅水藏 那個廟會唱 溜滑雅水藏 沒有水藏 他拿的是什麼 有啊有啊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我們看到石榴的這個 宗舍藝術裡面 常常看到有酒雕 還有木雕 甚至有柴尾 有高雞燒 上面很多民間的藝術品 都在榴來來聽見 那麼其中有一種 在兩邊的角 我們看到一種 王冠大廟角 以前的 我們漢林在明條時間 我們從中國大廟來到台灣 漢林開始開本土地的時候 他們在起廟 種植廟廟師的時候 他們就跟一些這些 以前跟他們不同類的 不同種類的 其他一群的人 來跟他們種植廟兩邊 表示說 現在是我們在做主 這是一種漢林的一個優惡感 在我們同家做主 你們來訪問我們 培養這個考驗 來跟我們用這個廟墊 主委 你剛才有說到 夜王的高雞燒 夜王高雞燒很有名 以前在故事書 還是刻本都有看到它 有 這是夜王的焦子陶 夜王它的藝術造詣 它是在藝術界 是很受肯定的 因為一往我們在 焦子陶的宮廟藝術裡面 所有的題材都只是在 所謂的表現一種裝置藝術 但是夜王他把人生的整個過程 都寫入在他的作品裡面 所以我們從他的作品裡面看到說 每個人物都是他身邊所有的 他用生活去寫藝術 那這是傳達的一種 他對藝術給後人 寫下了一個歷史性的紀錄 所以我們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到說 他把當時所看到的所謂的湖人 就是外國人 都記錄在他的作品裡面 主委 幫你請教一下 我們這間廟歷史是多長的 歷史多長 我們先看那個 像廟有什麼五天溪先進去 在那裡看後再說 好 看那一集才可以說嗎 我先去看 走… 你帶我來看 第一萬 對 沒有不對 是我們怎麼看這隻 五天溪先進去的紀錄邊 是什麼 是什麼 以前這就是 那邊都要 到天邊都要害的 在這裡陸地 所以就是 那個有一個小巿子 都在我們這個金營中 這個賣賣 那個賣賣 小巿子 對… 以前叫趕齊啊 對… 你也叫趕齊啊 我會打扯 我在打扯 對… 在紀元1668年 福建安慶先免請祖書 說請祖書 來過來台灣 來過來歐之高 來這裡 那時候是公廚而已 公廚 公廚 在這裡要標誌 建廟一間看 我們算是三百年了 三百年了 對 那這位春戀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紀念碑 是要紀念碑 以前在這裡有一個市集 這麼猜的 對… 那時候也有一個 可以說 它的行政地方的所在地 所以它… 聽說算是一個市中心的概念 對… 原來以前歷史課學到的 一個地方的行政中心 它會遷移 它會換地方 這一件事情 現在就在我站的這個地方發生過 而且我是透過一個碑 去了解這一段故事 那個碑上面寫天心線 其實就是以前這個地方 它就是天心線 那我就站在這個地方 而且我沒有想到說 行政中心的遷移 竟然是跟在地的土質是有關係的 原來它並不是因為政治因素 或者是因為打仗的關係 必須要遷移 它有可能就只是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地方的土質比較好 我要生活 我要種東西 所以這裡不能起床 我們要用這裡來種東西 這個故事我覺得 哇… 因為這個遶境活動 因為這個碑 我去了解這個地方的故事 正心宮在這個地方三百年了 這個廟它在這裡見證了 每一個世代 每一個世代不同的故事 然後每一個世代的故事 就慢慢地一直留在這個地方 那我以後來到正心宮 我看到了屋頂上的膠質頭 我看到廟墊的那個碑 我都會知道不同時期 它有不同的故事 這次進行宮的廟經活動 邀請到台南地區 對明天時期 帶來台灣的文化信用 共同有戰敬 讓我們實際到說 每一間廟都會 超過百年的文化祝禪 跟信用的背景 來繼續帶到廟經活動的腳步 來到加福時 只是這個加福時 我們看起來特別不一樣 既然有溜滑梯烤肉區 那一間廟墓會變成功夫 遊樂場 市長主委 我們這個家福寺家 為什麼有這麼大區 這好像是遊樂區 還有這麼長這麼長的溜滑梯 這個地區以前地區 它的部隊在這裡要移行 官吳輔助 官吳輔助 對 地區是什麼 地區先說的部隊 它以前在這裡 有 它有一部分平安來住在這裡 你說它的部隊在這裡 跟溜滑梯有什麼關係 這個本地就是一座的 那一座要漏膏 它的牙子 那一座變成一座膏 整座要避免說這座膏 所以才把它蓋下去 做這個流滑梯 讓人家去順 這座味 以前你說那個 要這樣走走走走走 走出一座膏 現在用溜滑梯這樣 讓人去感受那些速度就對了 對啦 台灣的開發的時間不久 差不多三四百年而已 台中在明朝 沒清朝 才開始有中國的漢林 來到台灣來開墾 當時台灣是一個夢幻之地 就是說 還沒開墾 沙拉也很多 這個壓縮也很多 因為第一次說 來到我們台灣很辛苦 第一點要先打過黑水口 有時候來的時候 整天變過就都沒有來了 在台南瀟朗 以前叫瀟朗 現在叫咖哩 這個地方 就是以前他們民調 軍隊 大廣 在這個地方 訂修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是以前軍隊有關 我們可以看到 來到台灣後 來徐花 來駐紮在這個地方 他們就把修後新車來 保備他們的平安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非常多 都是移民信用 這兩三百年來 一直有到 以前軍隊 或是說後來的 這個賢民的這個修後 到現在市面都還要到的 所以這個移民信用 一直流傳下來 到現在為止 主委 你帶我們進來 我一禮拜就看到 很多高知秀 有啊 而且還有剛才你說的故事 觀音做庭星公 這都有做的故事 我們白樓那裡 那裡就有做庭星公的故事 哦 說出來的時候 跟我們電信公 做回來的 是哪一種關心啊 哦 對 用這個大型的 藝人那些 土土沙漠 那些就是 對 算我們開機的就對了 對 所以電信公來的 對 哦 哦 主委 我看我們這個賈福士 是 廟很大 而且建起來很漂亮 高知秀或是那些 那條畫 這麼漂亮 我們這個廟怎麼蓋好久 廟蓋好是 已經362年 很久 你輸這麼久 對 哦 正說是我們這地方的大廟 對 在這裡拜佛祖 對 而且來這裡 看到很多佛祖的故事 還把電信公的故事放在壁堂面上 外面連在北斗 也是用電信公的故事這樣來記 有啦…是啦 看到家福時的壁堂 每一半都是官員不作 相關的新積的故事 以及綜艷飛鴻的大電 等於感受到說 這個附近的基民 對官員不作的信用文化 有多年輕聲 因為這種信用力量 竟然是讓這些廟友 可以留團百年英雄不秀 接下來繼續地點了解 我們紀念來到全家裡 無人不敵無人不孝 客客優名金東甸 來到這裡當然 不可以不來拜一道買的頭禮 而且聽說金東甸 還有全台灣獨一無理的寶物 等我們去探求 我每次來都有一個疑問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有看到裡面在寫什麼嗎 崇爺 我們這裡有文聰筆 看到我們這裡 新坎裡面 沒有看到文聰大根 特別有一個文聰筆是怎樣 為什麼有這個 辦公廳是怎樣有這個 又有起床 起床啊 又有這個 會啊 對 我每次來都有一個疑問 你看看 你有看到裡面寫什麼嗎 大中華行政部司法院 對啊 超神奇的 我看到這個 我都覺得很好奇 對啊 但是喔 我不知道有這種問題 要問什麼 我們這個 總幹事也在這裡沒有用 總幹事 你好 你好 我們學姐 有請事情想要跟你請教 好 好 來學姐請 這樣啦 我每次來金東甸 我有注意到喔 我們廟 民廠啊 有一個 那應該是家資修還是鎮量 這個是當初 何金龍來金塘店做的檢連 到目前發現這個國父的樹像 是台灣廟屋 唯一有發現的 對… 國父 國父喔 有嘴酒 對… 其實家裡金塘店 是一個在地的大廟 我沒有想到說 他民廠那個家資修 他竟然是國父耶 現在差不多距今 110年前的工藝師 他其實就有這麼前衛的想法 要去做 跟當代的歷史事件做結合 然後讓我們後代的人 可以透過這個藝術作品 去了解喔 原來那個時候的生活是這樣 我覺得 讓我很驚訝 好 金塘店 是咖哩地庫的信用重心 竟然是這間王爺廟 尖念台書何金龍 在民國十七年以內 為了向國父順中山志境 而在金塘店 接続到國父醫生的尖念 說起金塘店的酒圍 竟然是第一身說 都無法的豚昆地 所以當初時 對尊重創來的金塘店 千歲 也在金塘店 落地的世間 把何彼宮的所有的心名 刷到神廟方式 並且現象百變 興奮求目 祖偉 你怎麼炒我們來這裡 這是我們千歲崖的辦公所 我們稱作四點經來 就是這個裡面很重要 這看起來是在開會會議室的感覺 是 明天我有發現 總的 我們這裡有文昌秘 看我們這裡 新坎裡面 沒看到文昌帝魂 大家特別有一個文昌秘 是什麼 因為櫻佛 他是比較熟 像我們以前的文昌帝君 要幫忙信長 上經考試或是什麼 所以問問題名 對 我們這裡就是很多 都有來供奉 那個準考證或是 真的也很準 有一家 兩三口 連續三年來說要課錦磚 哥哥考上了 我妹妹再來考 妹妹考上了 跟我弟弟來 都很考上 幾乎天天來拜 對 所以像我們這裡的淫富千歲 是 就有一點像文昌 對 對 所以那個文昌帝是 他如果說需要的話 可以 求一個然後回去 為什麼 這個 辦公聽是怎麼有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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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這個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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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為什麼才會有 謝將軍跟范將軍在這裡 可以在這邊 一起辦公 可以辦他 有事大家再討論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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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洗臉的 對… 因為像我們一般一樣 早上起來刷牙 洗臉 做一些衛生衛衣的工作 所以我們幾乎每天 這水都要冷 每天給它換新的 放棉間 放棉間 這雞是很古早的 這都古早 因為我小小 最近用了好幾百年 古廚也都看到了這個 有點古物的存在 那種感覺 算是他們的生活齊聚 都有照顧到 為什麼還會有 謝將軍跟范將軍在這裡 照理說 謝范將軍本來不是在這邊 但是我們金東店的空間有限 我們寢視千歲也說 可以在這邊一起辦公 陪伴他 有事大家討論 他們同意我們就OK 我覺得金唐店 你會發現他給這些千歲爺們 擺了辦公桌 會議桌 然後又擺了洗術的用具 你就會覺得 哇 神明怎麼這麼貼近人 因為其實以往 我們自己的既定印象就是 神明他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 可是當你看到他們有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他跟我們很近 他跟我們做的事情 可以是一樣的事情 就會覺得沒有那麼強烈的距離感 台灣這些信徒 很有趣 就是說 他們都認為說 神 很多神是由人下去變成神 因為他對社會 對國家有貢獻 所以他會變成神 他們的生活習慣 應該跟我們普通人一樣 所以說 這次的機會我們可以看到 是說 加利金東天裡面 在拜王爺的時候 會看到 台邊可能會放一個面堂 一個氣候氣面 這是一種 很大心的 一種二人化的狀拼 其實平常是 我們如果想到 電成功的信用 我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 安平富城 不過這次我來到加利 我才發現說 其實正成功影響台灣的歷史 還蠻多的 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比如說 這次他去加福寺 他們來臨的主神 觀音副祖師 就是那個時候 請來台灣的 然後 而且連外面的溜滑梯 也是因為 部隊的關係 起起起來的 然後他們用不同的方式 去把正成功 那個年代的 一些生活的軌跡 留下來 還有像正成功的 潛水祖師 還有金東天的 小福 金府 千歲 對 這些神明都是那個年代 明朝 就是也是因為正成功的關係 來到台灣 然後一直這樣 向拜拜 拜到現在 又很信用 我就覺得 哇 原來 明朝好像聽起來 離我們很遠 正成功聽起來好像 是課本上面 會教的歷史人物 但是呢 等到我真的走到這些廟 聽到這裡的老一部的人 在說的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原來這些 好像離我們很遠的歷史 它一直一直影響到我們現代 那句話說得真好 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這次 對著建廟三百九年 很興奮 所基本的料景多年了 我們遭遇到很多 對面到地上公司機 所流團下來 敏感信用 不管廟大或廟 這些信用 漸漸的地上 全身超過三百年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 不管其餘 這個信用跟文化 也一直記錄到人民 驚過的婚者 我們可以忍耐著 感受到先人 當下無為的精神 跟一步一家人的開睡 跟拍拼 我們可以忍耐一下 讓大家都會想請問 有事讓上來教演 這款感情是可憐請聽你 我們是教班的人情 收好教你的滋味 我們是教班的人情 代代替的旅 這片土地願望生意保庭 再生氣 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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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